特朗普总统表示 了解香港抗疫的情况 并说习近平处理 香港抗疫的做法很负责 华盛顿邮报说 华为秘密帮助朝鲜 建设并维护无线网络 40多万港人周末 再次走上街头游行 外界质疑警黑合作 7月16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乔战 我是鲍戎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您问好 今天一开始 首先我们来聚焦白宫 特朗普总统表示 他了解香港抗疫的情况 也了解该情况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来说很重要 特朗普说 习近平处理香港抗疫的做法 很负责 有关详情 请美国之音 祝白宫记者黄耀义 为我们介绍 邀义 是小战 7月22号星期一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 统一行办公室当中 会见了巴基斯坦 伊斯兰共和国的总理 伊姆兰汉 那么在两人会见之前 还在回答一些记者的问题的时候 记者就问到了 特朗普总统 关于过去这个星期香港 发生这个抗疫事件 演发的暴力的事情的看法 那么特朗普总统表示说 他了解这个事情 而且他还说 这个抗疫已经持续很久 规模也很大 那么他认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的处理方式是负责的 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 今天在白宫当中是怎么说的 我知道习主席 我们正在谈论一个贸易协定 我们将看看会发生什么 他们正在付给我们 好几十亿美元的关税 我觉得很好 但我知道他们正在处理 我知道这是对习主席 非常重要的情况 你知道你可以说你想要说的 但你也可以说 习主席允许这种抗疫 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我想那算起来是相对非暴力的 香港民众有权利上街 他们有权利 我不认为中国阻止了他们 中国可以早就阻止他们 我并没有深切参加其中 不过我认为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做法是负责人的 非常负责 我想他们已经抗疫 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这样的抗疫 有很多人 看起来像两百万人 那是一个很大的抗疫 我希望习主席能做出正确的事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 抗疫已经持续很久了 是的 这个香港的抗疫活动 在去 在昨天7月21号星期天的时候 在香港的新界元朗 有一群身穿白衣的人 殴打了游行之后 要返家的示威者 以及其他的民众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 这个整个暴力的活动 持续有数个小时 世界导致了至少有45个人受伤 包括了孕妇 还有几位的媒体记者 那么有多人的情况严重 那么此外呢 这也不是特朗普总统 第一次对于这样 类似这个民众抗疫活动 发表出有争议的言论 此前呢 针对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 特朗普总统也曾经发表过 争议的言论 乔战 另外 姚依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媒体 报道这个白宫 在星期召开会议 商讨与华为相关的问题 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华为可能秘密为朝鲜架设网络 那么对此白宫官员 有什么样的表示 那么我们看到白宫官员表示 特朗普总统很关切 华为的议题 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 星期一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在白宫 既定的行程表上 不过呢 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 库德洛 将会在白宫召开一个会议 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那么还有许多的 这个美国的私人企业 都会参加 那么这个讨论的主题呢 其实是以美国经济 美国工作为主 但是呢 当中将会讨论 跟华为相关的议题 那么呢 一些与华为有所关系的 美国企业呢 也会受到邀请 那么包括了 这个 跟华为有可能进行合作的 这些高通 还有微软等等呢 也都会受到邀请 那么呢 在这个会上呢 我们知道此前 华为曾经上过 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 现在还是在美国的 这个黑名单上面 不过白宫 这个首席经营顾问 库德洛也说了 特朗普总统 在这个G20峰会之后 与习近平主席 达成的这个协议 是认为说呢 让美国公司 可以继续地跟华为 在不危险 危害美国国安的情况之下 可以做生意 那么呢 在针对今天早上的 这个白宫 可能会进行的会议呢 在星期一的早上 白宫的资深顾问 同时也是 总统的个人助理 凯利安康威 则是表示说呢 他说 华为是本届政府 以及特朗普 非常关切的议题 而特朗普总统 想要5G 那么呢 我刚才也提到了 巴基斯坦的总理 今天来到了白宫 那么呢 在白宫统训 办公室当中呢 被特朗普总统 再度被问到华为问题 他则说呢 他说 华为的事情 我全都知道 5G的事情 我全都知道 我们将会拥有 全世界最好的5G 那么呢 在一个巴基斯坦 总理来访之际呢 这个中国 才刚 华为才刚刚宣布 在巴基斯坦 投资1亿美元 那么对此呢 在白宫的背景 简报会上 就有记者询问说 当怎么跟 巴基斯坦总理 来谈 华为投资的事情 对此呢 资深官员表示说 各国在进行 经济交易的时候 尤其是在跟 5G相关 网络的时候呢 应该要特别注意 这对于他们国家的 未来 有什么样的意义 那么还要保持 他们的经济努力 并且保护 他们的通讯 以及资讯 所以呢 看起来 特朗普总统 在与巴基斯坦的 总理会谈当中 也会谈到华为的事情 乔战 好的 感谢要义 从白宫发来的 连线报道 华盛顿邮报 星期一报道说 华为秘密帮助朝鲜 建设并且维护 无线通讯网络 我们今天请到了 美国之音记者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为我们做 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那么华盛顿邮报的 报道是怎么说的呢 是 其实那个华盛顿邮报 它是援引一些消息人士 还有匿名的 前华为雇员 就是提供的 华为公司内部的资料 它是说 华为在至少有8年的时间 与中国的一个国有企业 名叫熊猫科技 熊猫国际信息技术 有些公司进行合作 在朝鲜展开了一些项目 那华为报道说呢 这个华为是和这个 熊猫国际 有着密切的合作 那是将这个熊猫国际 作为向朝鲜提供天线 基站等设备的这个渠道 那么向这个帮助朝鲜 启动了一个 三具商业网络 这个无线通信网络 那华为说呢 这个根据获得的内部资料 那这个华为是把朝鲜啊 叙利亚 还有这个伊朗等国家 是用代号相称的 那么这个朝鲜 这个华为给的代号是A9 那么除了这个 华盛顿邮报 在星期一发表的 这个独家报道之外 一个美国的一个 关注朝鲜问题的网站 叫做北纬38度 它也是在当天 发布了一篇报道 那它这篇报道是说 华为帮助朝鲜建设的是一个 有着可以严密监控的一个通讯网络 这个通讯网络是对这个民众的 这个比如说打电话进行监听 但同时又能够让这个朝鲜的这些 高层以及elite 就是说精英阶层 但它们可以免受监听 那这样一个网络呢 这个报道是说 华为曾经是被要求 要架设这样一个网络 然后是看看是不是可行 那么熊猫国际呢 是被要求提供一个 这个软件上面的支持 是 那华为这么做 是否可能是违反了 美国对朝鲜的制裁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法规呢 就是对于这个华盛顿邮报 最新的报道 华为的 我也是就是询问相关的制品 华为暂时还是没有给我 这个相关的制品 但是华为的发言人士 给华盛顿邮报 还有其他一些媒体的回应是说 华为在朝鲜没有商业存在 那它用的是现在时 但它没有说 它过去是不是在朝鲜 有相关的业务 那这个发言人士说 这个华为是充分遵守业务 所在国地区试用的相关 不过华为的报道呢 是说这个2014年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是禁止 向熊猫国际出口原产于美国的零部件 那这样的话 如果华为在之后 与熊猫国际有合作 向熊猫国际出口了一些产品 这个产品是包含10%以上的 原产于美国的零部件的话 华为就有可能会违反美国的出口经历 不过美国商务部是拒绝对此事 予以置评 不过华为的报道说呢 这个商务部自2016年开始 就开始调查华为和朝鲜之间 是否存在联系 那这个调查还没有结束 还正在进行当中 但是目前还没有公开发表 任何的相关的结论或者评论 针对华游和北纬38度网站这个报道 我也是采访了朝前问题专家斯坦顿 那我们现在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违反法律 还需要更多的调查 以便确定美国是否有管辖权 以及事件是否发生在 新的制裁法案生效之后 因为如果发生灾难之前 就不受到惩罚 最后我认为 这表明有更多的证据显示 与朝鲜政府打交道的那些人 并没有在促进朝鲜的开放和改革 而是在帮助金正恩审查 和压迫民众维持现状 那斯坦顿表示呢 在2016年2月之后 美国是对朝鲜 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 那么华为到底有没有违反制裁 那还要就是有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 或者说美国司法部 对这个相关事件进行调查 我们才可以知道 那我们知道华为今年5月 也是被美国列入到了 这个出口管制清单 那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呢 这个华为的 这个华盛顿邮报 还有这个北纬30度 这些最新的报道 可能就是会让美国国会议员 还有一些政界人士 更加加强他们的看法 也就认为华为是一个 国家安全的威胁 那么也就会更加让他们 就是要要求美国政府 或者汤尔普政府 把华为继续保留在 这个出口制裁清单上面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墨宇 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在另外一方面 美国众议院一位主要的民主党人说 前特别检察官穆勒 这个星期将为弹劾特朗普总统 提供所谓的非常确切的证据 来看报道 莫勒将于周三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和情报委员会作证 就他对特朗普竞选团队 是否与俄罗斯合谋 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 以及特朗普是否试图阻碍调查 妨碍司法公正的调查作证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纳德勒星期天对福克斯新闻说 没有任何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我们认为让美国人民直接听到事实真相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位总统用各种方式触犯法律 如果有人被指控犯有报告中发现的 总统所做的事 他们就会被起诉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有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 和一个无法无天的总统 要让人们看到事情进行到了哪一步 和我们正在做什么 穆勒公布的报告得出结论称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特朗普 或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勾结 但是穆勒写道 他不能为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 开脱罪责 而是把这件事交给了司法部长 威廉·巴尔 巴尔说 他没有发现任何阻碍司法的证据 特朗普对穆勒的调查 持高度批评态度 但是他说 这份报告澄清了他没有犯罪行为 穆勒说 他在报告中措辞非常谨慎 不会在任何公开听证中 提供任何其他的信息 但是拿德勒心机添说 他不认为穆勒的作证 会成为他所说的亚旦 共和党人对民主党 试图让人们继续高度关注 他们所说的一边倒 但已成定局的总统调查感到不满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众议员麦格文 星期天在纽约一个流亡藏人的 社区大会上宣布 下周将在国会提出新的跨党派 加强西藏政策法 麦格文说 这项法案将制定一项美国政策 即包括第15世达赖喇嘛在内的 西藏佛教领袖的继承或转世 是完全的宗教问题 只应由西藏佛教界来完成 他说法案明确规定 凡是干涉达赖喇嘛继承人 或转世过程的中国官员 都将受到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 金融经济与签证相关的制裁 该法案还要求 除非美国能够设立驻拉萨的领事馆 否则就不应该在美国 增加新的中国领事馆 法案还要求为西藏流亡社区的 民主治理提供支持 并且授权国会拨款资助 在西藏和亚洲的一些藏人 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 星期天发起大邮行 要求港府正式撤回逃犯条例 以及设立独立委员会 调查警民冲突 至少数万港人冒着酷暑 从闹市区繁华的同龙湾购物区 维多利亚公园出发 在下午4点多游行队伍 到达警方设定的终点之后 又继续向湾仔和金钟方向推进 示威民众要求独立调查 捍卫司法守护真相 希望就警方对示威者施加暴力的指控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还有人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帮助香港 这是逃犯条例修订争以来 民阵所举办的第三次大游行 民阵表示前两次大游行中 分别有100万和200万人上街 游行人数令世界触目 上周末香港新界元朗爆发游行 超过百名疑似有黑社会背景的白衣人 追打市民和传媒记者 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 甚至纵容黑社会的暴力行为 而学者专家对此事件的反应不同 我们详细情况就联系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 魏之 40多万香港人周末再次走上街头 参加民阵发起的大游行 星期天晚上元朗爆发暴力事件 导致至少45人受伤 其中一人生命垂危 5人情况严重 外界质疑警方不作为 甚至纵容黑社会的暴力行为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则认为 黑社会暴力是得到了北京的支持 他解释说 中国政府治理香港有四套班子 表面上有香港特区政府 另外还有中联办等 真正控制香港特区权力的部门 还有在经济产业界的亲中人士 而第四套班子则是黑社会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从90年代在香港要回归之前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陶氏菊 就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是要维持黑社会了 给中共的合作 那么而且郑小平这些都说得很清楚 黑社会也是可以爱国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指导思想下 那么我认为 中共在香港的第四套班子了 其实就是黑社会了 在治理香港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乱象了 其实我认为了 其实就是黑社会的这套班子了 再就是跟中共了 另外的三套班子了 进行一种应对 演这种双簧 所以我觉得了 目前这些乱象 我更倾向于认为 就是黑社会了 在关键的时刻了 要成为马迁竹 同时要挑起事端 同时要就是 破误整个香港的 这个目前的社会抗争 这点呢 我觉得恐怕是 我们应该警惕的 他希望呢 这次事件能够激发 其他与中国政府抗争的组织 包括藏人捍卫 这个宗教自由的组织 民主运动人士等等团结起来 意识到他们面对 共同的威胁 推动中国的大变革 他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 而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 补瑞哲则认为 不管目的如何 都不应该使用暴力 他呼吁香港人暂停抗议活动 进行对话 你一起来听一下 首先我认为 所有人都应该暂停 香港政府的领导人和商界人士 应该讨论如何解决 各种相互关联的问题 林郑月娥需要和北京政府 就下一步进行坦率的对话 而且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 反建制派的阵营 最直接的参与和协调 和领导抗议的人 应该进行认真的讨论 了解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 他们的最低目标是什么 并达成共识 采取暴力是不可接受的 不管寻求的目标价值是什么 都不应该使用暴力 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主持人 好的 我们感谢记者未知的报道 燃美火车在美国铁路上 运行了175年 今天游客可以体验乘坐 美国运营时间最久远的铁路 它只有7公里长 对于2020年总统选举的 民主党参选人来说 教育是个关键议题 尤其在他们寻求 年轻选民的支持的时候 对美国来说 中国是不是敌人 美国专家有话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华为秘密帮助朝鲜建设并维护无线网络 美国众议院一位重要民主党人说 前特别检察官穆勒这个星期将为弹劾特朗普总统提供非常确凿的证据 美国国会将提出加强西藏政策法 欲确保达赖喇叭转世不受北京干扰 美国总统特朗普新天表示 四名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无法热爱美国 特朗普在推文中说 他们应该就说过的可怕言辞向美国道歉 他们正在摧毁民主党 可他们既软弱又不自信 永远也摧毁不了我们伟大的国家 特朗普连续几天攻击四名女议员都是美国公民 其中三人在美国出生 奥马尔是索马里的难民 后来加入美国籍 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案 谴责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辞 但特朗普继续攻击这四名女众议员 在另外一方面 对于2020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籍参选人来说 教育是个关键的议题 尤其是他们寻求年轻选民的支持 年轻选民已经取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 成为美国最大的投票群体 但是年轻选民不光关注教育议题 其他的社会议题 也可能驱使他们参加2020年的选举投票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基德的报道 萨曼莎·麦克·阿里斯特 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利坚大学的三年级学生 对她来说 高昂的学费和学生债务 是她这一代人最关心的问题 大学的费用对学生们来说 已经很难应付了 不论是售区大学还是州立大学 当然我现在就读的这所私立大学就更不用说了 费用都高得吓人 而美利坚大学还根本不算是美国学费最贵的学校 权益团体年轻不败的松西亚·克尔曼对此表示赞同 我认为高等教育和学生债务是个很大的议题 这牵扯到年轻人是否有能力上学 以及迁徙时代是否有能力购房 这些人决定不要孩子 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经济机会 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议题 也很关键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都提出不同的教育议题 吸引年轻选民 可专家指出这些议题中有些更为实际一点 我认为最不可能的计划就是贷款购销 尤其是广泛的贷款购销计划不太可能实现 这需要高昂的费用 也不是一项很好的政策 免费大学 某种形式的免费大学很可能出现 某种收费相对低廉的免费社区学院 或者没有学生债务的学院 都可能被提出来 除了教育 年轻选民还关心一些社会问题 我认为还有健保问题 我们在患者保护和评价医疗法案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降低了年轻人无保险的比例 可我们接触过的某些年轻人告诉我们 这是道义上必须做的事情 他们真的希望实现全民健保 年轻选民认为这是个经济机会的问题 他们当中有人面临薪资停滞不前等等问题 某些社会议题针对年轻一代 因为这些议题对他们的长辈来说 当时还没形成 我认为公民参与 也就是希望年轻人参加投票 也参与移民问题 这对年轻人和追梦者来说是个关键议题 也将继续是关键议题 哈佛大学政治学院今年春季公布了一项年轻人的调查 显示拜登和桑德斯等老一代政治家 在年轻人中的支持率最高 可参议员沃伦和印第安那州南本德市长 布地及格的支持率后来都有攀升 2020年总统选举中年轻选民人数 可能超过老年选民 年轻选民过去的投票率普遍不高 但这个趋势正在慢慢改变 总统参选人需要调整他们的竞选主张 以便吸引年轻选民投票 美国之音记者马吉德报道 两名美国宇航员50年前首次登上了月球 但是在人类离开地球之前 动物宇航员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往太空之路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亨斯利的报道 位于俄亥俄州杨斯顿市的夏日花园食品公司 是一家生产意大利面和烧烤酱料的食品加工厂 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齐迪安估计 美国对中国等贸易伙伴加征的关税 给他带来了至少2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 但是他认为关税是必要的 我觉得关税会帮助所有美国企业 我们需要关税来保证公平竞争 我们需要公平的贸易环境 所以必须这样做 在几英里外 城市机械技术公司 是杨斯顿另外一家主要雇主 该公司员工吉诺·迪法比奥 也赞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强势贸易政策 我们不能继续流失就业机会 继续把知识产权拱手让人 继续听认中国在这里倾销钢材 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劲的经济 为什么不利用关税这个筹码 夏日花园食品公司的齐迪安说 截止目前公司和批发商 分担了关税的额外成本 产品的零售价格并没有上涨 但是密西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商学院的 高达伟助理教授说 对很多美国企业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但是这个关税如果一旦进入长期的 比如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那我相信他们面对这种营运压力 那以后我觉得还是会把成本 转移到消费者手上 在紧邻杨斯顿的罗德斯顿市 曾经在通用汽车公司 工作了25年的约翰·德贝纳多 对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 有着复杂的感受 如果我们给进口商品增加关税 美国消费者要为此付出代价 但如果其他国家报复我们 给美国产品增加关税 我们还是要付出代价 这是怎么回事 不论是我们加税还是别人加税 为什么我们都要受到惩罚 今年上半年 通用公司关闭了 位于罗德斯顿的工厂 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 这个决定导致德贝纳多 和其他5000多名工人失业 德贝纳多不认为加征关税 会迫使美国企业改变经营战略 夏日花园食品公司的奇迪安认为 强硬的贸易政策 和特朗普政府为企业减税 造就了中西部就业市场的扩张 他的公司正在招人 并且把起薪提高了15% 我觉得同业竞争 以及没有足够的人进来申请工作 已经促使所有企业提高了 起薪的标准 不过 扬斯顿地区目前接近7%的失业率 仍然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 在我们这里 如果你沿着242号公路开一下 你就会看到很多倒闭或者搬走的商店 我们没有看到其他地区出现经济复苏 在俄亥俄州政府管理的招聘网站上 大约有15万个职位空缺 扬斯顿市社区规划和经济发展局局长 沙朗 伍德贝利坦言 这些工作很大一部分 是实心10到15美元的入门岗位 他认为 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转型 联邦政府的贸易政策 并不足以帮助扬斯顿 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走出困境 我们看到制造业本身也在不断演变 比如说新出现的增采制造业领域 在扬斯顿 这里的创业孵化器 有很多新创企业合作 帮助求职者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 我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着制造业未来的走向 2016年 俄亥俄州为特朗普赢得选举 起到关键作用 在就任总统的两年多时间里 特朗普已经来这里视察过至少11次 分析人士说 当地选民对特朗普的 经济和贸易政策的认可程度 将会影响他们在明年大选中如何投票 美国之音 波兰·帕登 张珍 杨斯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 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关 美中贸易谈判的相关报道 特朗普总统最近表示 美中贸易谈判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还说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能会对更多的中国输美产品 加征关税 那么在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 很多企业都受到了 特朗普总统关税措施的影响 而当地企业和居民 对于美国政府采取的强硬的贸易措施 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两名美国宇航员50年前首次登上了月球 不过在人类离开地球之前 动物宇航员已经开辟了一条 通往太空之路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毛茸茸的小白鼠米尔德里德和阿尔伯特 是最早登上太空的先驱者之一 两只小鼠和他们的猴子同伴 帕特利夏和迈克 被美国的一枚导弹 以每小时3000公里的速度飞上太空 当他们向上飞行到60公里的高空时 他们感受到了奇怪的失重感 一个降落伞打开 让火箭和珍贵的货舱平稳着陆 焦急的科学家们赶到现场 看到的是动物宇航员们 安全度过了飞行的难关 与此同时 前苏联正在把人类最好的朋友 送上太空 这是关于俄罗斯太空犬的故事 以及他是如何接受训练 来完成这项了不起的工作 这也是第一部讲述了 令世界惊叹的事件的新闻纪录片 最著名的犬类宇航员莱卡 于1957年环绕地球飞行 和前苏联所有的火箭狗一样 莱卡也是一只流浪狗 科学家们认为 流浪狗能够更好地忍受 太空舱内的恶劣环境 美国继续让猴子担任宇航员 1959年阿贝尔和贝克 飞到将近500公里的高空 安然无恙地返回地球 阿贝尔等其他许多动物的安全返航 给了科学家们信心 认为人类也能在太空旅行中 幸存下来 让我们感到鼓舞的是 动物可以在不改变 其基本生理技能的前提下 暴露在太空环境条件下 我们有理由希望人类 也能够在同样的环境下 生存下来 1961年人类追随了 第一批动物探险者的足迹 地球看起来是一片蔚蓝 漂浮在黑色的天空中 第一个登上太空的人 是27岁的前苏联空军军官 尤里加加林少校 在他精彩的 《108分钟太空之旅》之后 他的名字将载入史册 人类虽然已经登上了太空 但是动物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研究动物 是如何适应微重力的 这些老鼠在太空中待了37天 在适应它们奇怪的栖息地时 它们出现了新的行为 比如在笼子里跑圈 在太空中研究动物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 在地球轨道 月球 火星 甚至更远的地方生活时的状况 亨斯利 美国之音 华盛顿报道 新鲜美国大部分地区继续闷热 这场热浪造成了 至少造成了6人死亡 全国各地的很多活动被取消 从节日到音乐会 再到体育赛事都有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报告 在纽约市气温报告说 周日气温达到了36.7摄氏度 加上空气湿度 体感会比43.3摄氏度还要高 国家气象局建议人们探访 亲戚和朋友 尤其是老人 从中西部到东海岸的城市气温 一直在上升 因为高压系统困住了暖流 但预测人员表示 温柔的天气的结束 可能已经接近尾声 城市的夏天很热 可是到底有多热呢 美国乔治亚大学一个团队 正在研制一种方法 确定所谓都市热岛效应的热度分布图 而且可以具体到某个街区的热度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 发来的报道 乔治亚大学摇杆专家迪帕克·米什拉 和他领导的团队 在这个炎热的下午 在乔治亚大学校园通勤巴士车站 给一辆巴士的头部安装了一个温度传感器 由于传感技术出现的革命 以及数据科研领域的爆炸 我们得以进行这项研究 在最炎热的夏季里 他们要为大约30辆巴士 安装温度传感器 这些巴士绕校园和城镇行驶 我们每隔5秒钟 从这些巴士上 搜集一次温度数据 很多学生也志愿参加 他们的背包和皮带上 都绑有温度传感器 我们然后开始观察 城镇各地的气温变化 留意哪些地区是持续高温 我们还观察气温在晚间 及深夜有哪些变化 乔治亚大学团队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援下 正在绘制非常详细的 高分辨率的地图 显示乔治亚州雅典市的 都市热岛效应 高温是头号天际杀手 每年导致的死亡人数 要超过龙卷 风 飓风和洪灾 科学家们过去几十年来 都知道都市热岛效应 根据卫星数据制图 所谓热岛是指主要因为 缺乏树木导致气温 高于嵌开发的周边地带 黑色的路面和屋顶 也吸收很多热量 并向周边散发 一座城市的某些地区的气温 可能比其他地区高15度 这个项目还可以观察 都市热岛效应的 内部温度变化 乔治亚大学的地理研究专家 安德鲁 格朗施太因 专门研究天气和气候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他说详细的热岛地图 能够显示极端热度的地带 因此可以保护生命 中暑是最严重的高温影响 你的脏气可能停止工作 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民众 不要进入那些地带 老年人 儿童 碳性病患者 运动员 以及在室外进行体力工作的人 尤其容易受到高温的侵袭 比如说有人无力负担空调费 或者没有安装空调 可能就有危险 一些研究显示 贫困社区通常都在城市 气温较高的地区 因为他们缺乏绿色空间 雅典市这个项目是个小型实验 但米什拉预计 这些热岛地图会在未来十分普遍 城市规划制定人将利用这些地图 来决定在哪里之数 社区可以利用这些地图 确保受到威胁的民众 可以得到饮用水的供应 能够享受室内空调 我预计未来 民众可以在手机上 有这个应用软件 然后手机就可以引导说 你要走这条路 可以避免都市的最高温度 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在90多位美国专家 发表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之后 100多名美国各界人士 上周联名签署了一封 指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 呼吁美国政府坚持 目前对抗中国的路线 这封题为 在中国问题上坚持到底 指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的信函 由退役海军上校 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 和信息行动主管 詹姆斯·法内尔执笔 获得了大约130个签名 联署人包括美国退役军人 前情报官员 学者 教授 智库成员等人士 这封公开信写道 在过去的40年里 美国奉行与中国接触的开放政策 极大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 不断削弱 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公开信称 中国没有成为信中 这些专家们希望成为的样子 信中鼓励特朗普总统 继续在中国问题上 采取强硬立场 在此之前 包括前外交官 在内的90多位 美国亚洲事务专家 在《华盛顿邮报》上 发表给特朗普总统 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 那方公开信称 中国不是敌人 并表示两国关系的恶化 不符合美国 以及全世界的利益 应该如何定位美中关系 对美国来说 最好的美中关系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就有关问题 采访了美国玛雅密大学 政治学教授金德芳 以及美国智库 威尔逊中心 基金阁中美关系研究所 主任戴博 当被问及 对美国来说 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 所谓的敌手时 两位专家分别给出了 自己不同的看法 毫无疑问 中国政府和执政党 处于对美国特别敌对的立场 所以是的 我觉得敌人 这个用词还是不大合适 敌人应该是 你死我才火的一个概念 这个就是说明 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强硬派 是说中国对美国来讲 是组成一个 生存性的一个威胁 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 如果我们说 中国是美国最严重的 长期的战略方面的挑战 这我可是同意的 生存性的威胁 我觉得不太对 而且如果我们采取 这么一个态度的话 我们避免不了 一个新的军备竞赛 这个是最危险不过 也是两个国家 都是付不起的 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新的支付吧 所以我还到现在为止 我还觉得 如果两个国家 都是以他们的国家利益 而不是他们的态度 或者他们的害怕 为主导力量的话 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能力 和智慧 避免最糟糕的一个后果 可是如果我们要避免 那个后果 或者是说打仗的话 我们非得以国家利益 而不是我们的态度 和害怕为主的 那么当被问及 对美国来说 最好的美中关系 应该是什么样 这样的问题时 金德芳教授认为 理想的关系 是美国和中国 以及世界其他国家 一道解决世界当前的问题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理想上美国和中国 日本印度和其他所有国家 都应该合作 解决世界当前存在的问题 但那是我们希望中的中国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 代博则认为 对于美国来说 最好的美中关系 首先应该符合 美国的国家利益 另外透明互惠 也是关键的要素 国家利益第一的 另外的话 我觉得跟中国 我们应该承认 中国再也不是一个 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不应该给它 什么一些特殊的一些优惠 这样子的话 我们应该在 要求中国在经贸关系 透明 互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是非常支持 特朗普的一部分 诸首的这些概念 就是咱也不应该 给中国什么特权 互惠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中国所不给予 美国政策的这些投资 或者做买卖的这些条件 美国也不应该 付给中国政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得很强硬的 要求中国符合 它所有的世贸组织的 有关的承诺 包括它对国企的这些 直接和简洁的这些布帖 也都是问题 当然美国也是要保护 它所有的知识产权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透明 遵守所谓的国际规则 还有这些互惠 那么戴博还特别提到了 公平的重要性 我们来继续听听 它是怎么说的 中文说 蒙泽说的 来而不枉匪利也 其实我从事中美关系 都快35年了 我觉得中国人和美国人 对公平这个词 没有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方是很清楚 它在那些方面 是占便宜赚空子的 在这些方面 美国应该是非常强硬 另外 我们美国也应该 就是反对中国的 所有的非自由的 国际影响力 就是说 中国经过它的投资 所谓的一带一路的 所有的这些项目 中国就是要扩张 它的非自由的一些原则 变为国际的非自由原则 这些美国也应该反对 此外金德芳教授认为 美国一些人 对中国存在着误判 我们来听听金德芳教授 他是怎么说的 一些人认为 随着中国富裕起来 这个国家将会更加民主 目前的情况是 美国的相关政策 是这些人形成的 但那种情形没发生 中国已经变得更加专制 我们越快理解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做得更好 此外在谈到美中两国 是否能够避免 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 这样的问题时 戴博认为 目前看来美中距离这一陷阱 稍微更近了一些 但他认为两国能够 避免陷入这一陷阱 而金德芳教授认为 美中关系的未来 主要取决于中国 能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做出让步 我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 大千世界以快节奏 浏览名人 时尚 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 白洋人生 带您走访大城小镇 让各行各业的人 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 敬请关注 每周六晚上九点播出的 美国万花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卫生组织说 对抗生素产生抗体的细菌 是全球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 一部分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可能发现了一种方法 能够让这些微生物无法躲避治疗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三所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小组 正在研制一种肉眼无法看见的细胞手术刀 我们想成为细菌的克星 他们正在试验一种人工纳米刀 可以侵入细胞并绞杀他们 这是一部单分子马达 在受到一种蓝光照射时 可以每秒大约300万次高速旋转 他们一边旋转一边切入细胞 有害病毒无法依靠变异来抵抗这种武器 我们可能发现了细胞永远也无法抵挡的武器 读尔教授说纳米刀十分微小 大约50万把这样的刀才有一根头发丝那么粗 细胞的体积就大多了 大约50个细胞就有一根头发丝那么粗了 纳米刀不仅能绞杀对抗生素产生抗体的细菌 纳米刀还可以用来绞杀癌细胞 这显示细胞核正在分裂成更小的碎片 我们试验了四种癌细胞 纳米刀碰到的每个癌细胞都被摧毁了 他们又在纳米刀中添加了由氨基酸组成的钛分子 钛分子能够识别特定的细胞 引导纳米刀前往从而避免伤害健康的细胞 激活纳米刀的动力来自一束蓝光 通常不是一把纳米刀而是50把 每个细胞通常都会被钻50个孔 多尔教授说杀死一个癌细胞仅仅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相比而言放疗或者化疗杀死癌细胞 需要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 纳米刀如果通过一种凝胶置于皮肤上面 还能用来铲除皮下脂肪细胞 你就需要一束亮光均匀照射 这些纳米刀就开始攻击脂肪组织 也就是脂肪细胞把它们切开 研究人员计划今年开始用纳米刀在老鼠身上 对葡萄球菌的皮肤感染进行试验 科学家们表示他们正努力寻找一种方法 把蓝光穿过皮肤深入机体 去切除细菌或癌细胞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 休斯顿报道 从手机 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到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 现代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分散着人们的注意力 科学家们注意到随着科技的普及 人们也越来越肥胖 美国莱斯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 探讨科技习惯与肥胖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来看报道 你是否曾经在浏览不同社交媒体页面的同时 疑惑时间都去哪了 认知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员 李查德·洛佩兹表示 在各种数码设备上 进行这种不需要动脑筋的多任务处理 与肥胖有关 手机技术在进步 人们使用的手机从翻盖手机 更换为智能手机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肥胖率和儿童肥胖率 也在上升 研究人员调查了132名年龄 在18岁到32岁之间的成年人 询问了他们一些问题 比如他们多久被他们手机上的通知 分散注意力 研究人员还测量了 这些参与者身体中的脂肪含量 我们发现根据身体质量指数 和身体脂肪百分比来衡量 那些经常在设备上 进行多重任务处理的人 患肥胖症的风险更高 72名调查参与者 接受了脑部成像 同时显示不相关的图片 其中包括长胖食品 结果是当人们接触到诱人的食物时 那些经常在设备上 进行多任务处理的人 会显示出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 我们发现了一种联系 即那些总在设备上 进行多重任务处理的人 在那些驱动饮食行为的 大脑系统中 会出现更多的 与奖励相关的活动 而在有助于自我控制的 其他脑前额叶区域 活动却更少 如果经常在设备上 进行多重任务处理的人 也在其他领域 与其他诱惑作斗争 当然也不令人惊讶 研究人员并不知道 是那些倾向于 使用数码设备 处理多重任务的人 缺乏自控能力 导致他们的大脑发育受到影响 还是具有特定 大脑发育模式的人 更倾向于同时在数码设备上 进行多任务处理 洛佩兹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来跟踪人们 以了解肥胖 是否会导致人们 在使用数码设备时 无意识地进行多任务处理 或者在不同设备之间 切换的人 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变得肥胖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 休斯顿报道 传统上 许多国家的移民来到美国 进入餐饮业 希望下一代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一位来自中国的移民 则选择了一条非传统的路 从癌症研究开始 后来他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餐馆老板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这个厨房里 有一种吸引顾客 常常光顾的麻辣配料 我们用的是我家乡的新鲜花椒 这些花椒 从餐厅主人的家乡重庆出发 第二天就来到休斯顿 一家名为双椒的餐厅 重庆位于中国西南部 靠近四川 胡椒粒具有独特的麻辣味道 杨宇南在四年前 开了他的第一家餐厅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 在休斯顿拥有六家分店的帝国 他在美国的职业生涯并不典型 他的第一份职业跟食物毫不相关 杨宇南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美国 在中西部小城威斯康辛州 麦迪逊从事癌症研究 他说 接触放射性物质和化学物质 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比如我每天都会流血 随时发生 另外我因为流产 失去了两个孩子后 我不得不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为了健康防止再流产 杨宇南决定改行 他开餐厅的灵感 来自一次去加利福尼亚 参加会议的旅行 我们经过一家中餐厅 但要排一个小时的队 在我们原来的小城市麦迪逊 我们没有一家好的重餐馆 杨宇南不像美国其他许多移民那样 在华人聚集区开餐厅 而是走出华人社区 在更富裕的社区开餐馆 在美国最多元化的城市休斯顿 他说当地居民对中国食物的品味 已经变得相当挑剔 美国客人可以发现 哪家中餐馆是正宗的 哪家是不正宗的 因为有更多接受过教育的人 他们环游世界 他们知道正宗的中国菜 是什么样子的 辣味茶奥达就是其中之一 他从未去过中国 但我和中国人打过很多交道 所以我去过一些非常正宗的地方 这是迄今为止 最正宗的中餐馆之一 正宗的口味也吸引了中国的常客 比如曾在四川 这个以辛辣食物闻名的 省份上大学的余艳祥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 有麻辣味道 花椒味道很浓 杨玉南不仅拥有了一家成功的餐厅 他现在还有了两个孩子 这正是双椒餐厅招牌的灵感来源 美国之音李爱琳 休斯顿报道 美国加州的一个动物收容组织 在监狱建立羚羊犬项目 在那里被抛弃的小狗 帮助犯人重获新生 而犯人也帮助训练羚羊犬 使他们能够免于安乐死 扎克斯库经营一家动物救援中心 出于对肚目的热爱 他决心把被人遗弃的小狗 从安乐死中拯救出来 便让他们与囚犯一起生活 这个项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 五所监狱中运作 其中包括哨馆所 斯库的目标是让囚犯和羚羊的狗 都重获新生 狗狗们住在监狱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以寄养为基础的组织 我们依靠寄养者 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通过在五个监狱建立的项目 我们的能力扩大了一倍 所以我们能够挽救加倍的生命 因为我们知道 监狱项目不仅是在收留狗 而是在收留不好养的狗 这些狗很难在其他地方安置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强壮的人 我不知道如何描述 这让我感觉狗狗向我展示了一些东西 你们向我展示了一些东西 比如不要因为你某个星期做了蠢事 或者你犯错了 或者遇到麻烦了就放弃 千万不要放弃 继续努力变得更好 这些狗在哨馆所项目中接受训练 并获得证书 证明它们可以被领养 私库说监狱项目的毕业生中 有许多人在出狱后 继续在宠物服务行业工作 没有人再次坐牢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因为我当时太不成熟了 我不懂得尊重 这里教了我很多 比如它们是动物 但它们也通人性 你必须爱它们 你要尊重它们 你必须像对待人一样 赢得它们的信任 在美国 我们仍然每年 对动物庇护所里的 大约200万只宠物 实施安乐死 我们在监狱里 监禁了250万人 在这两个问题 得到解决之前 我们应该确保 美国的每个成教中心 都有狗狗领养项目 私库说对于囚犯来说 这些狗是毛茸茸的药 正是这种药救活了它自己 2008年 医生告诉私库说 它患有晚期肝病 只剩三个月的生命 28岁的它 因为使用毒品和酒精成瘾 不适合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被送回家等待死亡 它说它的三只狗 救了它的命 转过身去看到我的狗 看到它们看我的样子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真正的关键时刻 那一刻我认识到 如果我不能够为自己而活 我会尝试为它们而活 私库后来借了毒和酒 开始锻炼身体 并创立了马尔利的狗救援中心 收养了没有人想收养的狗 确诊11年之后 私库的肝硬化好了 它说这种恢复几乎闻所未闻 它现在结了婚 并有了一个一岁的女儿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每周一到周四 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看周二的节目预告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星期天傍晚 香港有民众和平抗议 警方暴力执法 并到中联办 污损国徽和涂鸦外墙 有分析说反送中五月底 演变成社会运动 导致200万人直接参加游行 香港的抗争 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而且持续发酵 那么反送中的运动 为什么获得广泛支持 香港普通人如何看待 反送中运动的理念和秩序 他们是否将为个人的权力空间 继续坚持下去呢 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二 也就是7月23号晚9点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些 先为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